是吗 那能否先告诉我你和我父亲 当初是不是发生了点什么摩擦 没错 我只是你父亲麾下的一名普通将官 只是后来意外进入了吴库 可我并不知道那里是间地 不让任何人进入 你父亲连让我面见他一次的机会都不给 也不听我解释 直接下令将我经脉转断丢出军营 随后你也就知道了 战场上不断遇到敌人 为了活下去 不断吃丹药是有能力 身体越发便差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走吧 我们到里屋去 让我试一试能否将你的经脉修复 好 你闭上眼睛 感应那一股旋气中 开始运转功法 你虽然经脉寸短 旋气所剩无几 但精神力和各种感悟毕竟依旧都在 冷静下来 控制体内旋气 引导我的这力量 行走在体内经脉之中 这 这真的能想 有一股精纯的能量灌注进来了 虽然绝大部分都从破损的经脉之中漏掉 可终究还是让旋气丝壮大了一些 经脉也开始有了修复的迹象 还真是难以想象 这个人人口中的废物楚天书 为什么会有如此磅礴的能量的 屏出咱脸 继续运转十个大周天 居然成功了 破损的经脉 已经修复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即便楚驸马不再帮助 我也有把握自行修理剩下的创伤 你无需行此大礼 不 侯爷此举对于我来说 等同再造之恩 难道这人认为我为了给他治疗 耗费了自己的修为 也罢 现在先暂时不说不好 快起来吧 有件事情 我得提前告诉你 其实 我和楚家的关系并不好 大母和大哥甚至巴不得我早点死 楚燕红也对我的生死根本不在意 我也是在从小隐忍之下 才活到现在的 所以侯爷才一直不敢表现得太优秀 一直让别人当您是败类 废物 免得引起大母的杀鸡 嗯 算是吧 我是穿越而来的 说出了你也不信 侯爷也不容易 现在为了属下 更是耗损了那么多的修为 属下 属下 文韬不必有心理负担 我的修为也会很快恢复 重要的是 我现在身边缺少像你这样的高手辅助 可 可毕竟 我将来可是要管理那么大一片领地的 少得你们可不行 原来如此 难怪他要费礼招揽人才 原来是在为开牙剑斧做准备 今夜的风 非常的哀伤 一切为了女皇陛下 不好 有人 雨林军今天刚刚撤退 不会这么巧吧 侯爷 外面这洞江 难道是刺客 快去武器 随我出去看看 他们居然来得这么快 吃饭宫中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好 不愿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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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竹妍 这就是你说的 又要成为主军 先要苦起心智 牢起精魂 现在够了吧 还不明白吗 不愿意 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了 好 从今天前 竹妍我就帮你开启修围 选一把 他是世上最强的剑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嘿嘿嘿 我要撤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迷啊 不 不可能 冥冥已经和凡人无敌 不不 饶我一边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 来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开不了的人 竟然敢不崇拜我家王城 白莫淘汰 下一个 其头 使用一次端部机会 第五车料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受 你 拿着秦玄 真的 你让他九层六起来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禾 秦家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大明明已经经脉尽孙 成为废人 怎么会 让我真正想的能难吧 秦宇 大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我们 玩家现在 将作为游戏大boss 与无骨头 开始新的冒险 啊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怎么办 今天有人都遇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可是他背参应 快这人走 快这人你在吗 快走 我们快走 我们出去勸啊 快走 它是世上最强的剑